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视频,我是阿三 众手周知,最近我们看到中国女男在世界杯的真诚取得非常不错的成绩 尽管说其中一场比赛小小的比分输给美国女男 但是其他的真诚过程当中我们都是取得了酣畅凌厉的胜利 因此对于中国女男来说,其实因为在之前取得的成绩非常了不起 在目前根据国际栏面这边官宣的一个消息和成绩 我们已经提前一轮了晋级八强 所以对于我们中国女男而言,这一次的一个努力真的没有白费 我们接下来进入八强进入淘汰赛之后就有希望能够向更好的成绩发起冲击 向这一次的冠军发起挑战 值得关注的是就在最近的早上7点在我们中国女男确定晋级八强之后 国际栏面这边又官宣了一个好消息 对我们接下来去争夺更好的成绩应该是双喜一门的事情 因此接下来想和大家来具体分享一下这个好消息 在视频开始前辛苦大家,常按底下的关注和点赞按钮 让更多关注中国女男的球迷看到,谢谢大家 目前我们可以看到了整个女男世界杯的真诚真的是风云变化 那么各大球队呢原本可能是有一些球队实力比较好的 包括在之前取得的成绩非常不错的呢 那么这一次的真诚的话也是一度被看作是有希望拿到好的成绩 但没有想到在最近的这些球队却频频爆冷 首先大家可以看到在之前的拨黑女男的话 那么本身实力还算是可以的 但没有想到在最终的一个比赛当中呢 也在这一次72连三遭遇惨败 在我们小组这里面的话整体的成绩呢是相当糟糕了 在其他那个情况之下的话让很多球迷呢也大跌眼镜 完全没有想到这个原本被视作是黑马的球队 在本次世界杯居然是遭遇滑铁路 而除了拨黑女男之外 那么另外一方面呢我们可以了解到其中另外一场比赛 你像这个日本女男呢在最近也同样是遭遇滑铁路 而且他们这一次的一个打击呢比之前其他球队可能要更加大 因为我们很清楚日本女男在之前的奥运会呢 也就是日本东京奥运会在他们的主场呢 曾经是拿到亚军的只是非常可惜的输给美国女男而已 所以按照他这样的一个实力的话 应该在这一次世界杯起码能够冲击四强 甚至前三的名次吧 没有想到在这一次的小组赛 因为整体的竞争呢出现了比较大的一个暴冷的意外 所以在最终的这场比赛面对法国女男的比赛当中呢 那么日本女来是暴冷输掉比赛 所以最终的整体的成绩在整个小组是靠后无缘 这一次世界杯的八强 所以当时这个日本女男惨败出局 无缘八强那个成绩出来之后啊 说实在对很多球迷而言呢 一方面是非常大的意外 另外一方面当然也是很大的惊喜了 之所以意外就是像刚刚所说 他们本身实力应该是不熟的 居然在之前打败这么多的球队 为什么在这一次却显露了原形 连八强都没有进去了 实在是太令人意想不到了 另外一方面的话 随着这个我们中国女男最大的一个树敌之一 在这一次淘汰也就意味着我们后续进入八强 淘汰赛呢 我们竞争对手又少了一个 我们就不用去面对日本女男这样的一个劲敌 如期来其实对于我们中国女男而言呢 接下来的一个真诚的话 就扫心了一个障碍 我们在争贯的旅程当中 又多了一线希望 所以说实在的 我觉得这一点对我们二言呢 也是一个很好的消息 郑威这一次运气也真的是相当不错 所以接下来呢 在借着外部的利好的情况之下 也希望中国女男能够在后续的淘汰赛 继续加油争取更好的成绩 好了本期视频就来到这里 我们下期继续开心劳求 拜拜